1974年 周总理下达绝密指令 将一个奇毛不扬的骨会和秘密运往四川 并调集一个营的兵力 全天守卫 这条指令的保密程度 甚至连毛主席都不知道 直到四年后 彭老总陈玄德学 中央为其召开追悼会 才真相大白 原来 那个盒子里存放着的 竟然是开国元帅彭老总的骨会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彭老总的骨会为何会被秘密存放 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由华老牵头 邓弓等人提议 重新审理了当年某场特殊运动中的案件 不少人为此陈玄照选 其中就包括开国元帅彭德怀 考虑到彭老总生前贡献比较大 中央决定为其召开追悼会 但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 受当年事件的影响 根本没人知道彭老总的骨会在哪 追悼会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了 找不到骨会算怎么回事 为此 中央专门成立了专汉族 势必要找到彭老总的骨会 经过调查 张汉族很快就把目光放在了 彭老总的大侄女彭梅奎身上 当年那场运动爆发后 彭老总正在四川主持工作 却突然与莫须有的罪名 被带回北京接受调查 在长期的折磨中 他患上了直肠癌 虽然送进了医院治疗 但为时已晚 早已病入膏肓 1974年11月29日 彭老总病逝于北京的一所医院里 由于他生前并无子女 再加上受特殊运动的影响 他虽然在医院接受治疗 但和囚犯没什么两样 因此离世的时候 身边连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 当时只有他的大侄女彭梅奎 接到通知 被允许和他的遗体见了一面 但是随后 他的遗体就被秘密运走了 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彭梅奎并不知道他被运到哪了 这条线索中断后 张汉族只好从彭老总的朋友入手调查 经过查找 发现周总理似乎参与过彭老总的身后事 但是周总理在1976年就不幸病逝了 张汉族有心调查 也根本查不到结果 线索再次中断 正当专汉族一筹莫展 不知道该从哪下手时 彭老总的遗伤 普汉修得知了消息 为专汉族提供了一条有用的线索 彭老总的骨灰很有可能存放在四川程度 对于这个消息 专汉族的人一时间并不敢相信 虽然彭老总确实在四川主持过工作 但他当年毕竟是在北京离世的 骨灰怎么可能会跑到千里之坏的四川去呢 但考虑到消息的提供者 和彭老总关系不一般 专汉族还是准备从四川入手调查一番 没想到这一查竟然还真的查到了一些东西 当年的事情 真相也随着调查 逐渐浮出水面 1974年 周总理下达绝密指令 务必要保管好汉川的骨灰 保密程度 甚至连毛主席都不知道 等真相曝光后 举国上下无不掩灭痛哭 那么汉川究竟是谁 为何能够得到周总理的侵害 1974年 彭老总病逝后 某势力组织曾在报告中诬陷他是反动分子 因此一致认为他的骨灰不配安置在烈士公墓 为此 他们将彭老总改名为王川 意思就是亡命四川 秘密活化后 准备随意将彭老总的骨灰存放在四川的公墓里 由于彭老总生前和周总理关系非常好 周总理眼睁睁看着他 蒙受冤屈却无能为力 为此愧疚不已 彭老总病逝后 周总理不忍心他再受无望之灾 同时也坚信 党和国家迟早会为他洗刷冤屈 于是得知他的骨灰将要被送在四川的公墓后 周总理决定为老朋友做最后一件事 他立即安排手下将彭老总的骨灰存放在成都 务必要精心保管 经常查看 但是不准换核 也不叫随便的转移存放点 这么做 一是怕有些人搞事情 另一个原因就是 方便后世找到彭老总的骨灰 1974年冬天 两名身穿军装的人奉周总理之命 前来安置彭老总的骨灰 他们不敢耽搁 一下飞机就直奔四川神会大院 向四川省委负责人 出示了中将的介绍信后 点名要见成都军区政委流行员 省委书记李大章和段军一 开口就要见四川最高的三个负责人 想来一定有大事发生 这三个人都有些赘赘不憾 见面后 那两名军官确认了四周没人后 才一脸严肃的表示 他们是奉命前来安置彭老总骨灰的 由于特殊原因 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所以彭老总的骨灰 不能大张旗鼓的放进烈士公墓 为了掩人耳目 骨灰盒不能更换不能转移 也不能有任何的指向身份的东西 并且只能和不同人的骨灰放在一起 除此之外 还必须要精心照看 千万不能出来披露 通知完这些事 两名军官就回到了兵馆 给这三个负责人充分的时间讨论 该把彭老总的骨灰安放在哪里 由谁来负责此事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 三人最终决定由段军一负责 把骨灰存放在成都东郊的火葬场里 由于身体问题 段军一将这件事 交给了省委办事处的同志办理 并且签订换助 一定要精心照看 经过层层交代 这件事最终由负责接待 保卫工作的副组长张振亚来办 张振亚接到指令后 马上去宾馆对接这两名军官 他只知道要去接一位大领导的骨灰 却不知道究竟是谁的 尤其是特殊时期 知道的多并不是什么好事 为此他并不敢打探更多消息 原本以为大领导的骨灰 怎么着也得是富丽堂皇的吧 没想到军官拿出的 竟然是个奇猫不扬的简陋木盒 上面潦草的写着三个字 王川 南 除此之外 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连最基本的照片也没有 张振亚马上意识到 这个领导的身份一定不一般 于是不敢耽搁 将彭老总的骨灰 存放在指定地方后 还签订换助那里的员工 一定要好好存放 照顾好这个盒子 前前看到彭老总的骨灰盒 被安置好后 他才放心的离开 而一代名将死后却改名换姓 被编上273号后 和普通骨灰存放在一起 这一放就是四年时间 直到彭老总成全得学 这件事才逐渐被世人所熟知 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 由侄女彭刚捧着走下闲梯 下午两点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车队 从湘坦出发 于三点到达五十 三点二十分 骨灰安放仪式开始 县委书记宋侯元主持仪式 1978年冬天 一群衣着不凡的人 急匆匆的来到了四川省委大院 点评要见省委副秘书长张震亚 来人自称是中江的专汉族 奉命前来寻找彭老总的骨灰 张震亚一头雾水 彭老总当年是在北京病逝的 骨灰怎么可能会在四川 他以为专汉族搞错了 没想到专汉族的人却急了 让他好好再想想 看着气脸疑惑的张震亚 专汉族也开始怀疑自己 但他还是多问了一句 1974年 是不是曾有两名军官送来一个骨灰盒 这件事张震亚印象深刻 马上承认确有此事 没想到张震亚族的人听到这个消息 眼睛都亮了 此时张震亚才知道 原来当年那个神秘的王川 就是彭老总的骨灰 他顾不上震惊 连忙跑到东郊的火葬场 确认彭老总的骨灰 依旧完好后 才松了一口气 其实也不怪他不知道这件事 当年知道内情的流行员 李大璋和段军毅 早就先后调离四川 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 期间李大璋还音频去世了 可以说整个四川 根本就没人知道 王川就是彭老总 得知彭老总的骨灰完好后 中央立马派出专机 接彭老总回去参加追悼会 众多中央高层出席追悼会 为敬爱的彭老总告别 追悼会后 中央经过商讨 决定将他的骨灰 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与朱总司令等老战友放在一起 希望他全下有志 以后都不会再孤单 之后彭老总的侄女彭康 多次提交申请 希望能将他的骨灰 带回老家汉藏 原来当年彭老总 不止一次的向子侄辈表达过自己的意愿 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够火化 让子侄们把他的骨灰 装进葫芦里 飘扬过海 他生前 们就走遍世界 们就看看世界人民 此后想通过这种方式 到世界上的每个角落看看 庐山会议之后 彭老总又对子侄们说过 希望死后能够埋在果树下 骨灰当作肥料 滋养果树 等结出果子就分享大家吃 而他在患病住院期间 也曾向子侄们表示 希望他能够和两个弟弟埋在一起 但弟弟是烈士 而他当时还证黄冤 怕连累弟弟们 因此他沉冤得学后 子侄们经过商议 最终决定让他落叶回根 和弟弟们埋葬在一起 1998年10月份 中央终于批准了他们的申请 彭老总的骨灰被迁到湖南湘坛古里 和两个弟弟一起 共同守护家乡的人民 青山处处埋中骨 希望彭老总 以及所有为国家和人民 做出贡献的烈士们 都能得以安息 祖国和人民始终记得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